阿巴卡巴,我是瑞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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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频道是关于健康以及药物有关的资讯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谈疫苗 最经约对我们的疫苗就是Pfizer或者是瑞辉跟BioNTech 我不知道是BioNTech还是BioNTech 联合研发的这一支COVID-19的疫苗 所以今天会简单的介绍疫苗 然后简单的说下什么是它的临床实验,就是clinical trial 谁应该注射这个疫苗,谁不应该注射这个疫苗 还有残见的副作用 当然里面会提到我们的疫苗的有效性 在还没有正式进入主题之前 我们先讲一下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 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有一个病毒,我们叫病毒A 它入侵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之后呢 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其中一道防线叫做Inic Immunity 它可以迅速地分辨哪一个是属于我们身体的细胞 哪一个是属于外来者,并迅速地做出反应 比如说来消灭这些细胞 但是它的反应不是针对性的反应 这个Inic Immunity的特点是快 然后给一些时间让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另外一道防线 就是Additive Immunity 来产生针对性的抗体 当我们的身体已经打战成功了之后呢 我们的身体就会记住这个病毒A的抗体 下一次病毒A再进来的时候 我们身体就会比第一次遇到病毒A的时候更快做出反应 因为我们已经有那个memory,已经有那个记忆了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免疫系统的操作方法啦 所以疫苗就是跟着这个mechanism而制造出来的 最近我国买入了大量的Pfizer疫苗 在2020年12月的时候,美国的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就是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简称FBA 已经通过了这个紧急授权 让这个疫苗可以在美国的市面上使用 这个紧急授权就是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的意思就是 这些疫苗是没有通过审查 但是是可以使用的,因为已经满足了一些特定的条件 比如说没有替代品 而在2021年1月的时候呢,我国的国家药机管理局就是NPRA 也已经有条件的通过这个Pfizer疫苗的申请 因为这个疫苗的好处是多过所谓的坏处的 这个疫苗的类型是MRNA的疫苗 跟其他的疫苗不一样 其他的疫苗比如说是把细菌拿来减弱 然后再注射进我们的身体里面 激发我们的免疫的反应 那这个MRNA的疫苗的作用就是注射了过后 它会教导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 创造出一种蛋白质 而这个蛋白质是跟你想预防的那个病毒上面的蛋白质是一样的 意思讲我们先让我们身体提早认识了这个病毒上面的蛋白质 并做出反应啦 所以当真正的病毒进入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已经会有相对应的抗体 所以可以保护我们不受到病毒的感染 这个Pfizer的疫苗需要注射两个剂量 中间相隔 21天就是三个星期 而保存的条件是在negative 70度 这个疫苗宣称有95%的有效性 那这个95%是哪里来的呢 就是从我们的临床实验clinical trial来的 这个疫苗的主要证据是来自于一场大型的随机的双盲的安慰剂对照的二到三期的临床实验 双盲就是double blind 它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参与者还是做实验的人呢 都不知道是哪一个参与者拿到了真正的疫苗 哪一个参与者只是拿到了一个安慰剂 那这样做是来降低这个偏差啦 reduce bias 安慰剂就是一个没有active ingredient的东西 就是没有疫苗在里面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实验招募了4万3千名的参与者 从16岁到91岁都有 根据临床实验的证据显示 在那些没有感染到疫情的人当中 我们可以预防这个疫情高达95% 而反应原性症状就是retogenicity symptoms 意思说就是施打疫苗后7天内的症状是很常见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比较mild to moderate 就是没有这么严重的 在临床实验中安慰剂主庞有4个人过世 然后在疫苗组里面是有2个人过世的 这个临床实验是有很多人参加的 所以这样对比之下死亡率其实是蛮低的 出来的数据就是显示说有施打疫苗的话 感染这个疾病过后的严重的病发症的几率是比较少的 所以应该接种这个疫苗就是16岁或者以上的人可以接种这个疫苗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clinker trial里面最小的年纪是16岁 所以16岁以下的人呢 我们是没有证据来显示是安全的 那哪一些人不应该接种疫苗呢? 就是那些对疫苗里面的成分有过敏性反应的人是不建议施打疫苗的 过敏性反应有严重的过敏性反应 我们叫anaphylasis是可以致命的 然后也有速发性的过敏性反应 那就是打倒这个疫苗过后的4个小时内出现过敏的症状 比如说痒啊、肿啊这样子的症状 如果你对里面的成分是有过敏反应的 那可能就不建议你施打 这个疫苗里面含有polyitalin glycol就是PEG 它不是药物来的啦 有的人会对这个成分过敏 所以如果你知道你对PEG过敏的话就不建议施打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成分就是polysobate 它是不在这个疫苗里面 但是它跟PEG很相似 所以很有可能有cross sensitivity 如果本身知道对polysobate会有过敏反应的人呢 也不建议施打这个疫苗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自己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嘛 我们都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对这个疫苗过敏 所以假如说已经施打了第一剂 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要打两剂嘛 施打了第一剂过后出现过敏反应呢 那就不建议继续施打第二剂了 但是如果你的过敏反应不是那种很严重的 不是anephylaxis啊 只是轻微的过敏反应 你可能可以跟医生讨论一下看 可不可以继续施打第二剂 接下来就是注射疫苗过后的副作用 副作用的意思就是除了疫苗目的之外的那些 比较不好的反应 这个疫苗是注射在手臂上的啦 常见的副作用就是被注射的手臂上面会疼痛 然后会肿 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呢 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发烧 怕冷 疲劳 或者是头痛 这些副作用通常都是在接种疫苗过后的 一到两天内会出现 然后几天后都会消失 大部分都是不会影响到日常生活的 而在这个医生讨论中呢 我们也是发现到那些全身性的副作用 比如说发烧啊 比较常见于施打了第二剂的疫苗过后 以效果来说 这个临床试验呢 已经说这个疫苗可以有效的预防疫情高达95% 但是这个疫苗施打过后 在我们身体是需要时间来发挥作用的 所以最佳的效果是在打了疫苗过后的一到两个星期过后 之前不是有在那种社交媒体看到说 以色列施打了这个疫苗了过后 还是有很多的染上 这样子是很有可能 这些民众是在第一剂和第二剂之间 染上的 因为只打了第一剂的话 它并没有高达95%的预防率 大概只有到50%到52%这样子 所以打了第一剂之后呢 还是要小心谨慎 然后一定要继续打第二剂才算完成 所以对于这个Pfizer的疫苗的小总结 就是各项数据是显示这个疫苗是安全有效 好处大过于坏处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到底防护能力多长 是实验当中给不到我们答案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给你们有帮助 如果有帮助的话 帮我按赞留言并分享 我是绿夏绿夏疫苗技术 我们下次见 Bye 已经办法 领悟了 这么一直忘记 领悟里面的人里面 但是这里的东西伯爷们是这么多的 是这么多的 还有我会看到这个表面 我会看到这儿的表面 还可以看到这个表面